走啦,拜拜 检验一个人,有多融入英国的方式 就是看他下雨的时候到大厦 头发全湿了 路过了我教师培训的大学 goatsmith 这一栋大楼就是大名鼎鼎的 MI6之前看了 那个叫什么 Spooks 这个桥叫 Chelsea Bridge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 快要进入Chelsea了 终于找到了 我现在终于到了我们住的 这一个Airbnb 那我现在给你们快速的看一个 Room 2 这一进门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客厅 上面还有Airbnb的房东 用粉笔写的一个Welcome 这里是一个电视机 走过来的话可以看到一个 大小还不错的厨房 从厨房出来以后呢 这边就是卧室啦 非常的温馨 就是厕所还有浴室 这间房子呢 这间房子呢主打的就是英国的西部乡村风 所以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这种很特殊的结构叫做Beam 它有很多很可爱的小细节 发现在床上两边它放了一块这种巧克力 因为这一次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做任何攻略 就打算来一次不一样的旅行 正在吃晚餐的猫咪 这一坨这一坨灰灰的就是它 太多了 causa的厨房 一会呃 不在买到的 不在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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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欢迎来到几乎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这座桥 现在是午饭时间突然好想吃酸菜鱼 好多游客来这个地方旅行 感受一下当地的风 哇好大 Can you eat them? Yeah 可以拍照的地方你看一看拍照 吓死了 好多游客 下雨了 这是饿了吗 这鸭子也太多了吧 超漂亮的这个地方 叫做 你刚经历 检验一个人有多融入英国的方式 就是看他下雨的时候打不打伞 衣服全湿了 看我湿路的头发 头发全湿了 有什么可好 转门找这种辣椒很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看起来看 看起来看看起来看 好多gadget 哇我的鸭肉也太多了吧 I was hoping for more veg 哇这个鸭子好肥哦 这房子歪歪斜斜的感觉好老了 整个就是一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感觉 走吧 我吃完饭已经回来了 今天呢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做Pengswick 它就是英国很有名的出产羊毛的小镇 那这个地方在照片上看起来 美轮美奂的风景 你拍照的时候那些车啊 还有那些维修装修工人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去到之后就发现 跟照片上看起来差别还挺大的 虽然也很漂亮啦 但是可能因为停车也停了很久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觉得 嗯还行吧 就是非常典型的Costwell的街景 唯一比较有趣的就是它有一个叫 教堂附近呢它有一些很可爱的修剪的特别可爱的树 我们就在那拍了一会照 整个下来我觉得可能20分钟就可以逛完的一个地方 之后我们又去了Cheltenham 我刚开始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子中学 叫做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 其实我们下午4点多就已经回到我们的Airbnb 然后晚上今天去吃了一个西班牙菜 我觉得味道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分量真的不太行 今天就好承意的是再按打至一会儿 因为你吃奇怪的食物 我们之前才 1956匹是吧 qu Gospel的视频 包括Entingly Kurt Fred Flug 我们的Iле Jee Kory Vывает 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叫Bister Village 其实今天没有准备买什么东西 但是很想看一下 发现一家中餐叫做山水 看一下里面的菜 都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 大家都说这家可丽饼店很好吃 我来吃一个这个咸的 开吃 what's your flavor chocolate almond 我在整个Bister Village 什么都没买的 说的就是我们俩 就吃了一个可丽饼而已 这是我原型毕露的时刻 一回来就好想吃火锅 很多我喜欢吃的蔬菜 哎呀不说了 我要先吃了 还有我最喜欢的蒜蓉香油蘸料 放了好多 那个叫什么 葱花还有香菜 再看看某人的 这个其实是帮我看猫咪的同事买的 然后他说他吃这个 这个是中西的巨大饮食差异 某人的调料 火锅伴侣家 What's that? Parmesan Parmesan奶酪 这个是大 这个是大 我给你看看 火锅伴侣家这个 蛮奇怪的 夸置 on the side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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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看看 你看 火鍋伴侶加奶酪的組合 怪怪的 好啦我開始囉 哇 火鍋伴侶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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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要專心的 吃我的晚餐 嗓子都有點癢了 專心吃我的晚餐 然後看一會電視 好啦這次的Vlog就這樣 掰掰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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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